哈囉,我們來到總民署 這棵好幾百林的木棉樹 先拍一下那個琴 給大家看 然後等一下 來,實際大家走看看 這棵歷史我等一下到前面拍給大家看 然後 哇,那樹幹這很粗耶 OK,講解他的歷史 真的很粗耶 哇,那很粗耶 OK 他的歷史 無從可考證 木棉樹 聽說有三百年了 這棵木棉樹真的聽說有三百年 老一輩子還講說 很小的時候他們就有了,你看 這棵紫徑多大 花生的耶 不能走 看 樹幹真粗耶 等一下 這邊就是歷史簡介 對 老一輩子講說 民國十 十八年的時候 他就看到這棵樹很高大 這邊還滿適合 走走的 總兵署 然後這邊是屬於 落葉僑木 業為長壯的副業 好 然後 好,這種子附在毛面上 然後靠蜂蜜傳播了 花期到三月到五月 果實 六月到八月 一個民國 他根據一個民國十八年出生的 那時候 記憶中就非常高大了 所以這推測有三百年的歷史 真的 這一幕這樣拍也不錯看 拍幾張 這個有花期的喔 現在是三月 三月十號吧老婆 三月十號吧 我覺得他 大約三月初就可以看得到了 在這邊 想要拍照的人 盡量早 早一點 在接下來這些木棉花 就會 把他枯萎 我們要不幫他去 好 OK 好 那這個 欸 這個點蠻蠻安慎的拍照的 這個點 要拍一張 這個點 這個點也不錯看 然後這個點點 然後 這個點 然後有時候 這個點 這個角度 不錯看啊 你看看 來金門一定要 有 剛好三月份 剛好有在這邊 可以拍一下這個 好幾百年了 有人推算說 差不多三八年了 不然樹幹 不可能這麼大 這麼尷尬 我小時候 他的樹幹就這麼大了 小時候就這麼大了 而且颱風萬地 沒辦法吹走 真的厲害 前面那些龍樹 都被被吹垮了 對啊 我想說這種 這種應該 很容易就斷掉了 結果沒有 他還是這樣子 等一下我在拍片 不要啦 OK 好 然後 然後接到這邊啊 然後 等一下 去帶他去看那個 叢林的 OK 放置藝術 OK 喜歡影片歡迎訂閱我 拜拜 再見 拜拜 再見 OK 再拍一張照吧 漂亮啊 你看 這個景 大家是一樣 很漂亮 OK 拜拜再見